伸穿黑衣的男子走进槟榔滩后方空地 下一秒拿起一旁椅子 就是一顿猛屋猛杂 民众看傻眼 一把抢过椅子 视他像是发泄完怒气 转头开车就离开 而被打的男子头破血流 邻居赶紧打电话报警求助 送医后伤众不治 只是两人根本不认识 怎么一见面就要这样全打脚踢 事情发生在4月1号晚上10点多 花莲瑞醉香新鹤鹿一段 移出槟榔滩 这名赖姓男子一来就用椅子 把人殴打致死 警方调查发现 事发前没多久 他的妈妈跟死者在槟榔滩 和朋友一起聊天喝酒 但死者酒醉后 疑似对妈妈毛手毛脚 觉得很不舒服才向他告状 男子一气之下直接冲到槟榔滩 想理论才发生冲突 案发之后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门小组 调液现场跟周边的监视器 并锁定赖姓所驾驶的车辆 跟行动电话 并策动亲友 劝导犯嫌盗案 那全案讯后 依涉嫌刑法 杀人罪 移送花莲地检署 侦办 警方寻着监视器 以车追人 还发现赖姓男子 把车丢在公园 二号星辰五点多 在亲友的苦劝之下 主动到派出所投案 最后以杀人罪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一时纠纷 却没把话说清楚 活气一来动手动脚 结果为了帮妈妈出气 尽失手闹出人命 TVBS新闻 高知宏 华凯兴花莲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